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人物 今天我们想和您挖一挖 今天刚刚宣布辞职的 字节跳动创始人兼CEO张一鸣 与马云等人比起来张一鸣算是非常低调 但他其实已经以356亿美元的身家 排名中国富豪第五位 而他的财富积累过程不过短短9年 38岁的张一鸣还很年轻 他与中国的中宣部长黄坤明 同是福建龙岩的老乡 中宣部对他可以说是照顾有加 而现在在中国政府对科技巨头强监管的背景下 科技公司高管却接连的辞职 张一鸣的退居二线又是什么意义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些话题 热门的短视频应用TikTok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今天表示创始人张一鸣将会辞任首席执行官一职 张一鸣已经任命联合创始人梁如波为其继任者 并且表示自己将会退居二线 专注于长期的战略 随着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消退 围绕着这家中国公司在美国发展前景的担忧逐渐消失 不过字节跳动现在面临着是中国国内的压力 张一鸣辞任字节跳动CEO是中国科技高管辞职潮中的最新一位 今年的三月份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CEO胡晓明宣布辞任 电商公司拼多多创始人黄真之后也宣布辞任董事长 张一鸣在今天的致员工的一封信中说 CEO的交接工作将会在年底完成 字节跳动发言人表示张一鸣仍然会留在公司的董事会 并且在今年年底转到一个关键战略的职位 将字节跳动变成社交视频媒体头号力量的张一鸣说 他实际上不是一个擅长社交的人 他称担任CEO的日常工作是他研究和创新的障碍 他在博文中写道 我对分析组织和市场原理更加感兴趣 并且希望利用这些原理来进一步的减少管理工作 而不是实际上去管理人 我不太喜欢社交更加喜欢独处的活动 比如说上网 阅读 听音乐 以及思考可能发生的事情 张一鸣真的不擅长社交吗 今年只有38岁的福建人张一鸣 如今排名中国富豪第五位 而其财富是从2012年创办今日头条后的 短短9年内累积而来 其增长速度堪称神话 而外界显为人知的是 张一鸣与对其业务最为相关的主管部门中宣部的部长 政治局委员黄坤明是同乡 这在政商关系非常重要的中国 是一笔非常珍贵的资产 黄坤明是龙岩人 在当地官场任职12年 直至当任市长 在1999年习近平由福建调任浙江的前夕 黄坤明也跟随调制了浙江 并且在2013年调制中央任中宣部副部长 在2017年成为了中宣部部长 2012年经历了多次创业失败的张一鸣 创办了今日头条 以人工智能的算法 来推送来自其他网络媒体的文章 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侵犯了其他网络媒体的权益 但是当时却获得了当时中宣部副部长 兼中央网信办主任卢伟的历称 据纽约时报报道 卢伟曾经要求其他网络媒体与今日头条合作 这种模式犹如开动了印钞机 从第一年开始 今日头条就获得了盈利 其后也无任何资金压力 在2017年张一鸣快速的击败了快手 腾讯等竞争对手 以仅仅10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当时在美国火红的musical.ly 过程也是扑朔迷离 musical.ly是由中国人创办 实质上是中国公司 收购的过程需要经过中国官方的认可 musical.ly之后就被改名为了TikTok 也就是抖音 尽管美国不断的打压 现在TikTok已经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视频社交媒体之一 在字节跳动发在网上的公开信中 张一鸣说最近半年我逐渐形成这个想法 对自己的状态要做一个调整 脱离开CEO的工作 能够相对专注的学习知识 系统的思考 研究新的事物 动手尝试和体验 以10年为期为公司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显然张一鸣想要逃离更多的日常管理和决策工作 而更加关注未来的长期发展 总部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 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创业公司之一 截至去年12月 其估值为1800亿美元 该公司的支持者包括凯雷投资集团和红杉资本 由于TikTok在美国和欧洲等其他领域颇受欢迎 字节跳动成为了首批 在西方打造成功品牌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之一 即将成为新CEO的梁如波 现年也是38岁 他接手的这家公司 正面临越来越大的中国政府 要求其合规经营的压力 咨询公司Planium的创始人冯楚成说 对中国知名的科技高管来说 驾驭国内环境现在变得更加棘手 中国的科技独角兽企业的创始人 已经建立了巨大的个人魅力 中国政府担心他们可能会资深政治野心 或者说至少以其知名度 影响政治议程的决定 去年11月份 中国监管机构在最后一刻暂停了金融科技巨头 蚂蚁金服37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 这本来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股票上市 蚂蚁金服的首席执行官胡晓明于3月份辞职 因为蚂蚁金服要进行监管机构命令的重组 近几个月来字节跳动每隔几周就会被政府有关部门约谈一次 今年4月份在阿里巴巴被处以创纪录的28亿美元反垄断罚款后不久 包括字节跳动在内的中国34家主要科技公司公开承诺要遵守国内的反垄断法 字节跳动的违规行为包括对数据和内容的管理使用不当 上个月中国央行和其他监管机构要求13家公司对数据和互联网金融业务进行自查和整改 对其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 字节跳动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3月份反垄断监管机构对字节跳动的子公司处以约7.8万美元的罚款 原因是该公司未能恰当地披露之前的一桩投资交易 大约在那时字节跳动是被要求对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用进行安全审查的11家公司之一 这种深度伪造技术可以制作超逼真的假视频 那么现在接下这个烫手山芋的梁如波又是谁呢 他在中国还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梁如波与张一鸣关系密切 他们在南开大学的时候是住在一起的室友 梁如波从南开大学毕业时获得了微电子专业的学位 在创办字节跳动之前 2009年他们两人还一起共同创办了垂直房产搜索引擎99房网站 后来于2012年在北京北部的一套四居室内 他们两人共同创立了字节跳动公司 在字节跳动7周年的时候 他们一起回到了这间四居室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当年的视频 梁昂波没来是吗 这个小区还是不错的 这个已经不是办公的环境 是家庭的环境还是挺不一样 这个是主要办公区 那这边是办公的 这边摆三排桌子 我大概在这个位置 然后朝这边 对 这个会议室可能只有5平米 在会议室可能有10平米 然后那边有个小小房间 很多人是在这面试的 这边是UI工作室 这个是财务的工作室 这边也是研发 是研发 这个是男卫生间 卧室里面还有个卫生间 那是女卫生间 在穿业公司中条件上不错的 我有一个同事穿业 另外他们只有一个卫生间 对我们当然都是那个很喜欢宜家 就买家机都是买宜家的 没有任何定制 我感觉挺好的 我以前进过一起别的团队的 那个都是好多蟑螂 我们很整洁吧 这里没有蟑螂 比现在更整洁很多 因为每次做饭的时候 这个快到中午的时候都有香味 所以你一边工作 就一边闻到这个做饭 做做菜的味道 你最难忘是什么 也跟吃有点关系 以前我们也在这做饭 然后就自己盛饭盛菜 然后到自己的座位上 或者到阳台上端着吃饭 站着一排或者两排 就是菜和饭是放在一个碗里面 就是红烧肉加或者排骨 或者带 比较家常 对海带 挺好的 因为在这边很少吃到家常饭 在这办公挺好的 就是不要家机 比较放松 也有同事有心里 我觉得有个同事 两个两天就走了 可能觉得不规范 对小公司 对但我觉得其实条件挺好的 从来没有觉得我们的办公条件 有什么会是个问题 不是说在宇宙中心吗 两万块钱租金 然后这一间房子 当时就有挺好的候选人 当时我们还是在银都 都不愿意去是吧 然后他当时就选了弯豆家 因为当时弯豆家的装修比我们好一些 我们穿的条件其实不是很 我觉得不是很辛苦吧 是 下午可以喝茶 但是没有下午茶 在这吃过火锅 在这套饭 年会的时候叫了八个海底捞 但是只开了四个锅 因为会跳杂 还有欠电费那个跳杂 竟然欠电费 然后也没买另外一张电卡 也没检查 所以我把当时整个行政部门 就一个人 也严厉地批评了 并且要求发一个事故通报 因为我们停电也是个事故 要避免 就是13年初吧 搬到四五月份 搬到营都 在这最后面在这合了张影 但是还等那个36克能不能搬走 他们在顶楼是个富士 就是在这顶楼 把他们那里住下来 我们可以再晚年搬走 当时可能我觉得就是 有很有意思的机会 很有意思的事情 跟亲有想法 创造有意思产品的人在一起 搞笑困图 今晚必看视频 今天头条 犀利一路 招玩必读的话 潮流汽车 时尚家居 现在很多团队做的项目 我们都已经做过了 有什么感受 给你总结一下 Always stay on 就关键是能创造有价值的东西吧 我之前在北京在一个工地上看到 现传口号叫做空间有形 梦想无限 我觉得这也挺适合 最大的这个会议室 肯定有十平米吧 但是你其实想法可以想得很大 争取产品的厌景 争取产品的名字 新来的人能够成长成为很优秀的人 你可以想得很严 你可以在公寓里面讨论 当然要做全球化 如果要一个概括 我觉得空间有形 梦想无限是挺好的概括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我们先走了 拜拜 谢谢 梁如波现在是公司的人力资源和管理部门的负责人 他在一封致员工的信中说 现在担任CEO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压力也很大 梁如波曾经担任字节跳动的研发主管 过去两年中 他在字节跳动内部负责法务 内宣 后勤 人力资源的工作 他是这些部门的决策人 是一个大管家的角色 梁如波过去两年中不曾负责产品 此前他负责过产品 在字节跳动创办之初的2012年至2016年 他一直担任字节跳动产品研发负责人 负责早期多个重要产品和业务 包括今日头条 头条号 广告系统和用户增长系统等 但是从2016年起 梁如波负责飞书和效率工程 飞书作为一个企业沟通与协作平台 首先应用于字节跳动的内部 后来对外开放 梁如波表示 现在为了公司更长远的发展 需要张一鸣从日常的管理中抽身出来 专注在对公司发展不紧急但很重要的工作上 创造更大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由我来接替他承担CEO的职责 他说字节跳动已经组建了优秀的团队 并且补充说 我有信心通过大家的合作努力 能够不断的突破再上台阶 TikTok在全球大获成功使得这款应用 以及字节跳动受到了西方的审查 美国政府调查了TikTok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因为担心中国可能获得美国用户的个人数据 TikTok尝试了很多方法淡化其中国色彩 但是美国川普政府去年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 要求将这款应用出售给美国公司 否则将会予以封杀 甲骨文公司和沃尔玛曾经联手 就收购TikTok美国业务进行过谈判 张一鸣拒绝的态度当时十分坚决 随后拜登政府在2月份 搁置了要求出售该应用软件的计划 技术顾问周桂璋说 字节跳动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核心的中国业务增长放缓 他们需要重新的定位自己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够得到解决 那么公司未来极有可能遇到发展的瓶颈 我认为张一鸣现在的选择是明智和必要的 不管他的决定是主动还是被动做出的 市场一直非常关注字节跳动的资本安排 知情人士此前告诉路透社 张一鸣拥有字节跳动20%至30%的股份 并且持有超过50%的投票权 张一鸣表示他在3月份开始 与一小部分人开始讨论梁如波为其继任者的可能性 并且将在未来的6个月与他合作 以确保平稳的过渡 蓝莲花资本的总经理舒恩阳说 根据遗忘的经验 我们很可能看到对新业务的投资放缓 而他们可能会更加关注老业务 因为新的管理团队需要一些时间进行调整 字节跳动在全球拥有超过10万名员工 曾经准备在今年进行备受瞩目的IPO 但是在4月份的时候停止了该项计划 北京的科技分析师李承东说 我认为张一鸣有可能是担心 未来上市后他会看到自己的财富 一下子膨胀成为知名的富豪 很有可能得到媒体的大量关注 而在中国要成为一个富豪是很难的 你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所以他才会提前下台低调行事 在7周年的视频中 梁如波对着镜头说 自己最难忘的是张一鸣告诉他的价值理念 永远是第一天 张一鸣离开CEO的职位后 他将开始新职位的第一天 字节跳动的未来我们也要拭目以待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人物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